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摇元宵 这套甜品是正月十五必吃的 它的外皮很有嚼劲 里面的馅很香甜 有花生芝麻和很多美味的材料在里面 我的食谱很简单 摇元宵最重要的是解决开裂问题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是经典的五人馅元宵 和黑芝麻馅元宵 先把花生 腰果 杏仁 核桃仁 芝麻炒一下 用中小火慢慢炒 炒到出香味了就可以了 葡萄干和蔓越莓 洗干净 炒好的果仁和果干 用料理机打碎 自制的青红丝也要打碎 我们准备一个毛刷子 这毛刷子把这里边粘整个刷掉 看 已经刷得很干净了 碗中加一勺开水 把麦芽糖稀释 倒入果料盆中 放入软化的黄油 熟粉 搅拌均匀 现在已经火好了 这个你看 已经成形了 成一团了 要粘稠了 这就好了 我们先把它装大 装过两个小时的馅儿 硬硬的 我们现在撒点熟粉 分劲 五十元馅儿拌入一点干粉 轻轻的拌 搓成球 这是揉好的元宵馅 每一个15克 放到冰箱冷冻 半小时 这个馅儿料比较多 不能一次放进去 要分次放 因为我们这个罩里比较小 所以我们取了八颗 这样的馅儿料还要放入冰箱冷冻 我们把它放在水中 锅一下水 这速度非常快就把它拿出来 不能在里边泡着 如果泡着水太多了 水就会湿了 这粉要始终保持干粉的状态 就开始摇 可以这样摇 也可以这样 如果说用一擀面杖 可以这样 就是蘸饱了粉以后 我们把它剪出来 还是放在罩里边 这个再次蘸水 倒回一片煮 再继续舀 馅儿都软了 昨天的元宵因为温度问题开裂了 今天我们调整的配方和方法 重新做 果仁我们用擀面杖敲碎 敲这个果仁要使一个厚的袋子 就是比较结实的袋子 不能一敲就漏了就破了 比较硬的这个 要用这个擀面杖的这个边来敲 这样很快就容易敲碎了 我们今天使了一个那个大的袋子 这个大袋子怎么跑出呢 把这个案板子包起来 两边包住这个板 这样包住了以后 你就可以在这个袋子里头擀了 这样的话就不跑 要是在案板上擀了 要是咱就跑到这儿就蹦 就是擀成这样基本上差不多了 看看这里边有稍微大一点的这些 就再稍微的加工一下 像这种吧 芝麻和白糖用料理机打碎 豆干蔓越莓干 和青红丝也打碎 直接加入麦芽糖 用手混合果料 用手按揉 这样的话它特别结实 这个在滚的时候 它就不容易开变了 因为我这手有温度 这个我待的地方呢 比较热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能老揉 老揉这个猪肉怎么会化的 现在我们已经成块了 把这个放冰箱冷冻 我们要把这个球呢 切好的这个块儿 要给它捏实了 这样不容易开裂 我们再把它包上 做吧 味道 水 吃 玩人 园香是摇出来的 汤丸是包出来的 今天我们做园香 做盐香要准备两个盆 一个盆里加入清水和一个罩里 这个盆是用来装米粉的 装入糯米粉 用这个粉来摇盐香 擀面罐是辅助摇盐香用的 八个盐香的馅量 现在我们开始摇盐香 先倒入少量的糯米粉 这个第一次不要倒太多 能滚过来就可以了 把这个盐香馅放在罩里里 在清水中 过水 让它浸湿了以后 放在盆中开始摇 现在我们把这个沾满的 糯米粉的这个盐香 这个馅料先放入罩里中 再放入清水中 过一下水 蘸水 再把这个倒入盆中 就是这上面吧 一定要撒上干粉 这样呢 它很容易就分开了 因为刚才我们过水 就是它是粘在一起的 就摇出来就特别圆 可以在这儿前后退 摇这圆胶呢 一定注意 让那个圆馅料 在盆中呢 滚动起来 蘸这个水 看不见馅了 就基本差不多了 如果喜欢吃皮厚的 可以多摇几次 喜欢吃皮薄的 再摇一次就可以了 白白的雪球 剪出来 再快点 黑白色 狂围 垂始元 黑白 炒 Carol 这是我们冻过的黑芝麻虾 已经很硬了 这黑芝麻虾我们切了一半 剩下这一半可以做汤圆用 看在这边有气泡了 这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沾身太长 黑芝麻虾有点湿 所以有的有点小裂口 但是不是很严重 如果再冻的时间长一点就没问题了 刚才我们这个馅呢 在窑当中呢 慢慢就变软了 现在我们给这个水中呢 加入冰块 让它不容易很快变软 煮这个要开水下锅 这芝麻虾呢 这芝麻虾呢 在锅里呢让它油起来 不要粘锅底 等它浮起来 都飘上来以后 就不用碗子了 这样油冻起来 这个不会粘 就是煮的时候呢要注意 如果煮的少 就不用加水 要用粥活煮 如果煮的多 就要加水 煮的时候它完全飘起来 用筷子摁一下是软的 它就不会有硬鲜 它就不会有硬鲜 元宵就做好了 吃元宵了 吃元宵了